晚上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教学的呢 也是有三个小功能 那我们今天主题叫霹雳特快车 这个名字随便啦 我想说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今天呢我们会有几个比较霹雳的效果 比较霹雳绚丽的这种感觉 像第一个呢可能是有闪光的感觉 再可能有火焰飞行的这种感觉 再来最后呢是滑行 那这几个是不同的功能 那组合在一起 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玩 看影片呢 好像就有个什么暴走兄弟那种四驱车 感觉很帅 那最后呢我就想要把这些东西 给组合在一起 就有点有点那个概念啦 那大家欢迎来接下来看我们今天的教学 好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是一个比较炫炮的东西 这个呢我先我应该叫一个空的 叫一个空的 我们一样呢 在Logic里面 叫出一个VFX Asset 这个呢既然是一些光影效果 一些酷炫的东西呢 我们都可以往VFX里面去找 有时候你可以先在里面找过 然后再去想说你到底要不要做动画 好还是用里面的东西就好 不过在这里面的东西有一些它比较属于3D化的 的东西放进来 那个比较是属于用Unity它那边做出来的特效 那因为整个Losembox它是Unity去呃一个包套一个 一个裹了一层Losembox的衣服底下其实是Unity 所以它其实是能够兼容Unity里面的东西的 那这个特效呢它就是在Unity做的 然后里面可以用 好讲的有点复杂 反正就是里面呢有一些效果 它其实不是Voxel风格的 那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看你到底要不要使用 好接下来我们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要用的呢 是我们的Area Area Soft Air Glitter 啊这个Glitter呢 你可以想象那个Glitter 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念 然后它是以一个 bling bling的感觉 好不论你怎么想 好它就是一个bling bling的感觉 感觉Glitter 你要用那种听起来比较 比较刻意的念法 你最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先把它 时间调到晚上 晚上 为什么意思 Night 我记得有一个比较酷选 好 用到晚上 不然用就用我们之前有做的 节约好了 D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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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好 咱们就在这个情况下 来看我们今天的 我把后面都拿掉好 来看我们的 第一个这个功能 第一个这个功能 那这个 这个光影 等一下哦 我这个光影先 换一个好了 好这样 我们用这个来说明 好 这个东西呢 你看它里面有一些 喷发出来的bling bling 然后一些点点 所以它是有好几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的 那这种好几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的呢 我们通常都可以在下面的attributes里面找到它的设定 那好 那我们来往下看 其实它 有时候偷偷发现说 这里面好像命名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从这个可以推敲出一个端倪就是 这是不同人做的 但是不同人做的 它包成一个 套件之后 把它变出来 但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因为是不同人做 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些特效它是不能够相加成的 它只能加一个 它包成一个功能 假设你跟别的 去合用在一起 其实 在它执行 在它运算上 会有冲突 那就 就会有问题就对了 那假设要每一个都相容 又想要这么多的话 那个处理的功夫是非常的多 所以呢 假设你100个特效 你就要 每一个都100册 100个册 然后加了101个 你那一个要跟前面所有100个册 交叉册 太麻烦了 所以其实它是包成一个 假设你要组合的话 你就是多个用 或者可能设成Paren 或是Preset 去把它做一个切换 好 不要这么多 我们来往下看 第一个人这个LODDISTANCE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妙的 就是 你看当我把它射成0 就发生说 只有这个冰 这个 这个冰 这个冰的感觉 那这个冰的感觉它 呃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总共有三层的 三层的 呃效果 哈喽晚上好Nipper 那我们先把这个加多一点 我们加到1 加到1 我们就看到它另外一层的这个点点 有飘出来了 这个点点它实际上是用一个乱数 在盆一番 再往上往下 往左往右 那我们先记住说它现在的长相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参数是 能够设定它 呃怎么飘的就是 这个功能呢 这个特效的 的套件 它里面其实设的蛮细的 那我们首先先来到下面的 这个Shape Size呢 这个Shape Size它指的就是 比较像是Area Size 我不太清楚它为什么命名Shape Size 反而不太能做了嘛 这个呢你就想象成是Area Size Shape呢就是它整个的范围的Shape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设定 哦 哦太多了 哦 诶这个蛮有趣的 诶这样很像一条线 这也是一种设法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 有点像瀑布的东西 诶如果 我们这样做 一片就好了 哦可以哦 我们做一个 bling bling的一个布木 也是可以了 好大家可以自由变化 好我们现在呢 把它加上一个空间 我们就是维持它原本 呃应该要的这个空间感 好所以它会弥漫这个空间 假设我们设成1呢 它就是 很小 小小的一个空间 好那至于密度呢 等一下我们有另外一个设定可以设 再来下一个是我们的rate scale rate scale呢这个我的理解呢 比较像是 嗯 我们这边 那我先把它加大给大家看 这个深层的速率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成 distance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名字其实你不要 太介意它到底取了什么 它 它按一下 或者呢 看一下我的影片 就可以知道 这个你就当成是深层的 一个速率 所以我们设 可能 0.2 0.2 看起来就会很含蓄 有点像下雪 这个也可以当下雪 但是 它是bling bling的 或是你把它范围做很大 你可以把它有点像是 呃星空 是很大 我是不是射太大 啊星空的感觉 呃有没有 上面 bling bling 星星的感觉 一般应该看不出来 这个气氛不错 好 那其实假设啊 假设这东西要当成星星 它的 生命周期有点太短了 就是你看到它说 诶这样飘出来 然后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然后开始消失了 整整星星 它其实生命周期很长嘛 所以等于我们的下面下面 下面 哦再更下面一个 诶我们 rotation rotation就是rotation啊 大家可以 试试看 我先把它 尺寸加回来 好 rotation 打开 这个东西 开始会稍微的rotation 啊就 看你还不加上那个细节 不过 假设你没有特别需要的话 我是建议 可以不用开 因为 它可能反而会增加一些效能力也算 嗯 不一定需要 斟酌 请斟酌 咦 哦这个新增过了 这个 particle lifetime particle lifetime呢 这个就是潜而易见的 假设直接中文翻过来 那它就是 粒子的 生命周期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生命周期 我们设 1 一出来就消失 一出来消失 有点像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个亮片在飘的感觉 假设 像我们刚刚星空嘛 我们可以设成 250 它就停在那 但是它 你要注意哦 因为它一直生成 所以它会越来越多 所以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假像这种生成 周期超级长的 它可能越生成 会越占你的电脑资源 可能也不是好事 斟酌 斟酌 真的要斟酌 所以还是要抓一个平衡 然后我设在3好了 好 就这样 3 3秒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 就买回去咯 接下来是 particle size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把它进行变化 后面下面的都跟变化比较有关系 我们设成5 它变得比较粗 比较大 我们设回到1就好了 接下来呢 那我们的 我们这下面很多 有没有 Color Brightness 这个呢 就是它的 量的程度啦 我再一次设成 3好了 旁边有个光晕 0呢 0就 0 0是不是看不到 1 1 淡淡的 淡淡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先把它调高 好 接下来下面还有哦 还有更多东西 我们的 Particle Velocity Particle Velocity呢 大家还记得说 我一开始有分析说它里面其实有复含了 它其实里面有复含了一些 动态的效果 这个态 LIFETIME 我们先 射 长一点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在慢慢往某个方向飘的 这个可能往这 这个可能往上面 这个往下 那我们 加上了这个 Velocity呢 它的向量 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向量 飞出去的 这个力道 现在是 0嘛 我们可以射成 5 开始被吹飞吹飞吹飞 这样有点像萤火虫 的感觉 飞飞飞飞飞飞飞 你就射更长 所以它在初始生成的那个力道啊 它就有一个力把 推向一个乱速的地方 它这个没有办法专门设定每一刻 它不是 那么细的功能 接下来 我们还可以再加上 颜色 其实大部分的都可以加上颜色 5 5 这样红色的 红色看起来很诡异 假设那种 有什么Boss要生成啊 其实 你可能就想到说它身边飘着一些东西 什么红色的花瓣 红色的栗子 在我们Sandbox里面它的最小单位就是 Pixel嘛 那它的旁边就飘Pixel嘛 不一定真的要做花瓣什么 你不用去做动画 那你用这个 你就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再来呢 我们的 Variation Variation呢 这个东西 嗯 它颜色会有点 变化 那 见了见智咯 你至少不用设个两组三组 那就可以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好 再来 这个 Brightness 我都 其实看不太 到这里 Brightness Blink Scale 好 我们可以设定说 它那个闪光到底有多大 闪光到底有多大 就是那个亮点 那 对 大家就应该知道怎么组合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控制器 来把它 喷发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 有一些Bulling Bean的效果 像我们之前旁边嘛 旁边那边不是有舞台 舞台现在 现在修不出来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拉过去一下哦 好 我们拉过去 夜店的感觉 夜店的感觉就出来了 夜店里面 你可以再加上一些那个Spotlight 那边转转转 然后再加上一些彩球 然后加上这个 那个夜店的氛围就很强 那其实你加上Variation之后 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不是这样 你加上那个Variation之后呢 其实你颜色怎么设定 到底是不重要 反正 反正他就 你只要有一点颜色 他就可以设偏了 你看我这边设5 1 他就用这样设偏 那就算我设0 然后这边设5 那他一样是可以啊 一模一样 对他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 HUE嘛 把我摄像 他就从 他就把 摄像的数值从0 到1就涵盖了全部 所以我摄到1的时候 他就是全摄域的 变化 假如我只摄0.2 那他可能就只会在 我们原有 我们这个是RGB嘛 绿色 绿色的这个Range范围呢 去上下调整0.2 所以绿色的上下就是 偏蓝跟偏黄 那我们现在上面就看到 偏蓝跟偏黄的点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的 Next 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我们 可能在比较功能性上的东西才看到的 这个东西呢 叫做 Jetpack Jetpack呢 他就是 那种背后的喷射器 背后的喷射器 在喷的时候 喷火那种 那可能太工人 呃 打想象中的飞人 啊 他后面会有一个喷的火 我们现在就点开来 我先把它 往下移一点点 往下移 你们看 这两桌可爱的小东西 他他 诶 字面翻译的话 他就是那种喷射背包 喷射背包的小火焰 喷射背包的小火焰 看你用在哪 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看你怎么射 这个最多是两个 好的 好的 我们 嗯 哦 啊 我们就从头开始吧 正常开始 好首先 再来就 Speed 第一个就是Speed 你发现 这个其实他的命名有吗 蛮规则的 他上面写 flame blahblahblah flame blahblah flame的什么什么 flame的什么 color的什么 然后启用什么 所以这个 看得出来这个人设定的蛮细心的 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说 他是 在哪一个底下的功能 好 Speed Speed就是 Speed嘛 他这个动的状态更强 嗯 不过 当你超出的时候你可能 说不定看不太出来 0.01 小到什么程度呢 反正他就是变慢 但是 我个人是认为 那数字好像不用调 是看起来OK 再来Lens Lens的话 他就是一个火的长度 嗯 他喷的长度 变得更长 假设你想要他是个 嗯 喷得很强烈那种 他的燃料喷得很远很远 你把设定成 哦 我设这么长会不会有问题 10 嗯 好像好像有一个极限 好了看来应该是超过他的极限 反正呢这个就是火焰的长度 你可以射的很短 短短的火焰 就是可能喷射力道不强或是 对反正就喷射力道不强 好再来呢 我们刚刚Lens射过了 再来射Tip Lens Tip Lens的话 假设你是在一般的3D软体里面 他其实是有点像是 乱数 不规则 的概念 你可以想象中 就是 乱数就好了 就当成乱数来使用 你看到这个火焰 原本呢 原本是很规律的 原本是很规律的 就往下乖乖的往下 乖乖的往下而已 那假设当我们射程很高之后呢 你会发现他这个火焰啊 变得比较乱 他伸出来的时候就是偏左偏右 会变得比较明显 然后当然他还是有一个最大数的上限 不过他这边是没血 所以大家就试试看 看是不是自己想要 再来是 Offset Offset呢 他其实就是这两撮火焰 这边的间隙 我们设成5 你就会看到他开怎么开 那其实呢 我自己假设要使用这个东西 我会设成0 然后 要两个我就设两个 我就自己设定位置嘛 不然 嗯 我用这个设定去对位 我是觉得有点麻烦 见人见之罗 我好像 讲了好几次这个 好 再来呢 这个 这个东西呢 我其实就这个我比较就感觉不太出来说 这个到底在做什么 感觉没有差对吧 感觉没有差 所以这个我会 仪器掉 因为我搞不懂 在做什么 好 下一个 我们点到我们的Color Start 我们可以设定他的起点跟终点 好 我们来 我们先设定他的起点是红色 终点 是绿色 我是不是颜色太强了 我用 这样 好像又有点短 所以看不太出来 没关系 反正你就当成是 这边起火点嘛 跟后面 喷火 尾端的这个点 颜色不一样 好 再来 是这个 Trial 大家 我这个颜色有点丑 我先把它拿掉 好 这个Trial呢 你 就是 轨迹的 这种感觉 当你今天 现在什么都没有开 我们拖动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火焰的嘛 就是一般的火焰 假设我们在画画 或是我们在漫画里 或动画里 我们想要让火焰看起来 这个方向性很明确 我们会在家 或是眼睛了嘛 我们想要在他上面加上 那个光条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篮球选手 他的眼光 他的移动速度超级快 我们就设定这个 我们先把它打开 有这个东西 眼睛 眼睛 往上 可能是 可能是 这样 这个人的眼睛 怪物或什么的 我们就把它Parent在他身上 然后我们就 他一移动 就拖曳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来 来设定说 他 他可能 有个眼睛的拖曳感 然后我们这样 然后这样 你看这样小小的火 然后他只有这个 大家在游戏里面或BOSS 上面很常会看到这种东西 那现在新的呢 我们就可以在Sandbox里面 直接做到 用这个新的小功能 但他他并没有 专门独立出来 所以 大家可能要找找看 试用看看 看是不是属于自己想要的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拖这个 把它变大 是一样的 一样可以把它变大 好的 我们的喷射背包搞定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 WOW 不是WOW 接下来是我们的花形 花形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是以往啊 以往我们这种 斜坡形的东西 假设我们想要他 可以爬上去 其实我们就可以稍微 透过跳跳跳 或是一些卡的某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爬墙上去 而且其实 有没有这样很像 严格上来讲就是不顺 像这种墙啊 假设你爬上去 你爬不上去 你应该直接滑倒啊 你滑倒就 就应该直接倒下来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 首先针对 假设是我刚刚讲的 假这个墙爬不上去 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上 slide 要注意这个是mp哦 这个是multiplayer 那个synchronized 才有 的功能 因为它是 我不太清楚 繁星的功能大部分 都是放在multiplayer里面 所以大家 只要找不到 去multiplayer找找看 好首先第一种 就是属于这种墙 这种墙 它直接滑下来 它不会在上面给你顽固 再来呢就是 我自己认定为 比较偏陷阱 类型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 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斜面上 做成 是滑的 这样所有人走在上面呢 其实都会滑倒 那滑倒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接起来 接起来 大家就立刻可以想到 它其实就是一个 溜滑梯的感觉 我们这个溜滑梯呢 就可以组好几个哦 Ctrl D Ctrl D Ctrl D 大家如果在拖曳的时候 就是拖着的时候啊 按Ctrl D 其实就可以直接往 然后原本你拖的方向 直接复制 你就不用 不用说 担心它偏移 你看 假如现在直接按Ctrl D 它其实会偏一边嘛 它偏成一个 比较正的标记点位 那我们这边就不用 按呢 这边 按Shift 往上拉 往上拉 然后这边 好啦 这边 这边就好了 好 然后 我再加上一个T字 T字 我记得是 F R F R什么的 F R 哎 柏杰的东西 我有点忘记 SAMBUS里面的阶梯是叫什么名字 不然 不然我先人工拉一个 他就当作这个是游乐园 那个水乐园里面的 那个 六花梯 找不到 我其实每次都找不太到 我都陷入那个 这个 梯子到底叫什么名字 因为他的梯子不是直接叫梯子 他 他应该不知道 好 这样 这边呢 我们准备要来进行这个 溜滑梯 溜溜溜溜溜 灯高 然后呢 或是假设这边是个陷阱 我们就可以走过去 然后就 滑滑滑 滑下去 所以没有办法往上爬 这种东西就是强制你说 就是不能往上爬 没有人在逆流而上的对吧 除非Bug 好 但是你在中途呢 你是可以跳向其他地方 也就是说可能 接下来你会看到说 在滑行的过程中 你可能在滑的时候 跳向某个地方 才能到你的目的地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把这东西装饰一下 加上我们刚刚的 那这个 小东东 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做成是 嗯 应该是 皮克波 皮克波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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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东西抓住 哎 很像 钢铁人吗 之类的东东 你以后可以做钢铁人起飞 然后那边在放烟火 这边可能在跨年 跨年的烟火 然后 我们在这边很开心的滑下去 这样就可以做主了 虽然这个 火焰喷射背包的这个感觉 可能有点牵强 稍等微笑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用这个来把把整个环境做一个装饰 颜色我先不要让颜色去vibration 然后颜色呢 也都回到白白的感觉 对不对感觉 哎 不要color 然后brightness 色少一点 然后particle size呢 色 哎我看一下 把它色的 比较大 然后 它顺序是不是有点跑掉 然后我们的blink 是这样 这个闪亮的东西我们把它 色小一点好了 不然我觉得它太大 太 哦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怎么这么大 色1 然后velocity色小一点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 我自己觉得也是像阴火虫的感觉 我是不是上礼拜也做阴火虫 这礼拜也做阴火虫 嗯 噴射背包 噴射背包把它拿下来 我们可以射成 我们把它的脚 脚不要射得这么开 射0.2 然后火焰呢 火焰小一点 小一点 然后 然后 这样还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装饰一下 随便找个东西 我们来搭配一下说 呃 搭配一个小小的剧情 来 来 要不要 不是 哎不是我应该先把它加上说 哎 这个雪人呢会问你说 我要不要 我先把它叫出来 叫出来 要不要 滑雪 好啊 不要 像现在这种简单的中文 其实都已经可以写了 然后 叫管理员 好在管理员 我们 这样下去 所以他会跟他对话说 哎 要不要滑雪 好啊 不要 好 可能说 好啊 然后说好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往前跳 那 往前跳 往前跳 我们可以用个东西 我们组合一下我们之前教过的 那个东西 嗯 我们射一面 我知道 我直接呢 再放一面 不对 我不知道 我放什么 可以放一个 放一个 放一个 好 放一个这个很像 牢笼的东西好了 不对 这样好奇怪 等下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我放一个 这个砖 砖墙 我这砖墙其实 其实还不错啊 这个砖墙 啊 要不要滑雪 我们 结合我们 以前有教过的 我们的 呃 Actor Actor Property Decor 现在其实这样分类 就 有一点 哦找到了 找到了 有点找不到 好 Collection 那个 Actor Property Switcher 我们就可以设定它的Property 设定Property呢 就是在这里 它的Physics 它可以不要碰撞 然后又不会被碰到 然后 我们可以设定说 我记得这是 触发之后 这 不要Collection 也不要被看到 触发 好 它是A1 收到A1的时候 那为什么是A1呢 因为它这边预设就 送出A1 我们回答好啊 就A1 A2就 不要 不会打开 就这么简单 然后 再来 要加上另外一个小细节呢 就是 我们的Component 当它 我们先给大家看目前的样子 当你 只有做了 第一个 也就是说问问题的时候 其实它还缺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看 你不知道它是可以对话的 一般我们在游戏里面 找到可以对话的东西 它都会跳出一个 你可能按E 或是按什么按键 它就会产生反应 那 我们要 去细心的把它加上去 因为这里面呢 不是绑在一起 因为 它其实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所以它才会特别把它 分开 假如放一起的话 你要放在其他功能可能会 互相冲突到 假设你放在Behaviour里面 它就 不能够跟其他的共用 所以它单独放开来 好这个DisplayName呢 就叫做 管理员 我们跟上面问问题的这个 以保持一致 要不要出现说按E 这个你就想要按E 去 怎样怎样 就是提示它说按E会发生什么事 或是互动 假设原本那个Interact 它其实比较像是互动的感觉 要不要产生跟任务相关的 这个标记呢 不用 现在呢我们没有任务嘛 DisplayOver 要不要穿墙 不用 要不要箭头 不用 要不要什么反应的效果 要 好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它就是一个反应而已 它就告诉你说 这边可以按E去做反应 按E做反应 往上啪啪啪啪啪 按E往前 然后出现了 按E互动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跟它互动会有什么 就是怎么跟它互动 或是告诉大家说 这边是可以互动 要不要花雪 好啊 诶 哦 我知道 这边是我没有设定好 这边我首先把这个 Inner呢 它位置有点高 位置有点高 随便 这可能它的范围一些设定有关 诶 好 我们这边要设定我们的ActorProperty ActorProperty的话 其实你点开它会看到更细的设定 这边叫做FilterMode 也就是说它会影响到什么程度 影响到什么程度 Everyone in a range 就是Everyone in a range 这个范围全部都消失 所有asset都消失 Block不会 所以你会看到刚刚这里两个 跟这个 还有它自己 全部都不见了 现在呢 我们只要设定它有含 这个Tag 比如说 拜拜 拜拜 这个Tag 要含它 才会什么 Specific Tags in range Specific 就是专门 有这个 Tag 在这个Range里面 它才会消失 所以我们就帮它加上 这个拜拜 然后按下Enter 的Tag 有没有一个小标签 好这样 这样呢 我们就只会有百分百 消失而已 好 互动 要不要滑雪 不要 没反应 正常 要不要滑雪 好啊 就只有这个消失 我们就可以 往下滑了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三个组合 我们有做了示范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